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星期三发生枪击 两人死亡 当局临时关闭校园 香格里拉房屋论坛 即将在新加坡登场 南中国海局势为重点议题 中国外长王毅 怒斥一名提中国人权问题的 加拿大记者 我要告诉你 最了解中国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 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今天6月2号星期四晚上的 BOA卫视新闻 我是李一华 一年一度香格里拉房屋论坛 即将在新加坡登场 南中国海局势 再度被定为一个主要议程 稍后我们将和新加坡连线 带您了解第一手消息 另一方面 今年是中国六四事件 27周年纪念 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也将和各方连线 为您介绍有关活动的最新动态 欢迎您锁定今天晚上的 B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关注一则 美国的消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星期三发生枪击事件 两人遇难 当局随后暂时封锁了校园 洛杉矶警察局长贝克说 枪击是一起谋杀和自杀事件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老实说真的很突然 你不会想到这里会发生这种事情 新闻上天天看枪击 那时发生在别的地方很可怕 如今发生在这里真是疯了 一名执法官员对洛杉矶时报说 依据死者的样子 警方认为这名男性教授 被一名年龄与大学生相访的男子 开枪击中 这个男子随后将枪口对准自己 这次枪击发生在校园 工程教学楼内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洛杉矶警察局长查理贝克说 已经找到一支枪和一张 可能是自杀遗书的东西 这次枪击发生在该校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周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记者格林报道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房屋论坛 即将在新加坡登场 南中国海局势再度被定为一个主要议程 尽管中国声称越来越多国家 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官员们预计 中国会在会议期间 失道寡注的窘境会再度重演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香格里拉房屋论坛的 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 6月3日至5日在新加坡举行 跟去年一样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中国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 都将出席这次峰会 主办方说 中国在南中海主权有争议海域 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 将是本届峰会议会者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 在去年的峰会登场之前 美国公布了美军侦察机 拍摄到中国在斯布拉特利群岛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 大举填海造地的视频 引发峰会参与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去年峰会的三天会议期间 虽然代表们对中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扮演的一些角色 表示赞赏和鼓励 但除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 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辩护 自从上届香格里拉对话以来 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 在那些人造岛礁上快速实施军事化 并继续抵制和诋毁 海牙国际法庭对南中海争议展开的仲裁 一些人认为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中国师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重演 在前往新加坡之前 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 5月27日在海军学院讲话时 做出了这项预言 中国有时自行歧视 破坏有关国际准则 这样的运作模式 与该地区所期望的发展方向不合拍 而且适得其反 远远不能造就双赢局面 这种行为的结果是 中国会筑取一道 自我孤立的长城 周边地区的盟国 伙伴国和不亲盟国家的 最高层官员 会在地区会议和全球论坛上 公开或私下表达 对事态发展的忧虑 中国对卡特部长的发言 作出反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星期一称有关言论 证明美方人员固守冷战思维 毫无出路 中方对于任何形式的冷战 都不感兴趣 我们也无意去出演 美国军方的某些人士 自编自导的好莱坞大片 但是对于任何威胁 或者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中国一不畏惧 二十必将要做出坚决的应对 海牙国际法庭 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 做出裁决 中国加紧了外交攻势 并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 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高级官员们说 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 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比如 中国外长王毅 四月底访问文莱 柬埔寨和老挝之后称 这三个国家 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达成共识 但是美国国防部副主理部长 埃米·希尔莱特说 她在同一时期 出席在老挝举行的 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 并没有看到任何国家 出面支持中国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第十五届香格里拉对话 星期五将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大酒店拉开帷幕 美国之音记者丽雅 正在新加坡采访这次峰会 向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丽雅 请她为我们介绍 目前的最新情况 丽雅你好 是丽雅您听得到吗 我可以听得到 是能不能和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次对话是在六月三号 明天登场 能不能先简要的介绍一下 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次会议的主办者 是总部位于伦敦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 那么该机构 从2002年就开始主办 每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峰会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组织者正在为这次峰会的举行 做最后的准备 我昨天晚上抵达新加坡的时候 在靠近 相关里拉大酒店附近 都设置了一些路障 那么今天早上 我去相关里拉大酒店的时候 看到第一层 他们专门设立了 就是调度 接送各国代表团的 车辆的一个 专门的有一个地方 同时在第二层 也设立了一些 就是媒体的登记 和政府代表团 领取证件的一些地方 不过会议室 目前暂时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知道 这次相关里拉对话 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 在过去一年 变得更为突出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环境下 召开的 那么据了解 有30多个国家代表团 会参加今年那个对话 这个规模 就是略超过以往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其中包括至少 有20位国防部长 来参加这次对话 我们刚才报道里提到 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是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 在此出席这个对话 那么随行的还有 这个美国的高级军事官员 包括海军作战部长 海军上将理查森 以及这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 海军上将哈里斯 那么中国代表团长刚才提到 是这个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孙建国上将 那他会在全会上发言 目前正式还要出席 这次对话的国防部长 还有加拿大 法国 印度 印尼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越南 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国防部长 黄永宏 异华 是 说了您刚刚提到 就是这次的参加的国家 规模比以往更大之外 这次的会议都安排了哪些议程 还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是 这个在第一天 会议第一天也就是6月3号 主要是安排参加这次峰会的 各国国防部长和军事官员 举行一个双边的会谈 那么卡特国防部长 会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 以及日本的防卫大臣 中古元举行双边会谈 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的是 这次还会首次启动一个 所谓的国防部长的对话 那么在第一天的下午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会与 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 在闭话后举行一个联合的采访活动 到时候会参加 那么在晚上招待会之后 就是泰国总理巴育战奥差 会发表一个主题演讲 这是第一天的一个日常安排 那么在第二天 主要是举行这个峰会的这个三次全会 那么讨论的话题分别是就是 如何应对亚洲复杂的安全挑战 那么如何管控亚洲的军事竞争 以及如何在目前这个非常不确定时期 制定一个国防政策 那么下午会进行一个分组的讨论 那么分别会讨论这个遏制朝鲜的威胁 这个如何发展这个军事能力 以及非常不移民所带的一个安全挑战 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峰会 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重点讨论 南东话问题以外呢 也会其他一个关注的问题呢 会是也是讨论如何加强合作 打击亚洲的这个盛战恐怖主义 以及这个确定网络领域的一个 共同安全利益 那么这是第二天 那么第三天就是统计就会举行 这个这次峰会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峰会的全会 那么重点的讨论如何解决冲突方面的挑战 以及寻求共同的安全目标 那么从这个日常安排我们看出 毫无疑问的就是 南中国问题是这次峰会的一个焦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 也请丽雅持续我们掌握新加坡方面的最新消息 更多有关今年香格里拉房屋论坛的报道 欢迎您随时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查询相关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6月6号和7号在北京举行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商 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在环境保护 加强网络空间行为准则 以及海空相遇安全等问题上扩展合作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关于网络安全 美中两国同意不以获取商业优势为目的 而从事网络窃取行为 中国是否在履行这一协议 你提到的这个网络安全问题 在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 和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前 都是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我们在美中两国政府间建立的 这些高层机制成功处理的众多议题中 网络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这些高级别会议中 向中方提出了我们的关切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让中方意识到 我们其实高度关注这个问题 不过当中方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们能够达成共识 共识中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承诺不畏获取商业利益 而进行网络窃取行为 我们一直在这一协议进行后续工作 协议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要点 例如信息合作 信息交流 以及设立专家组 来制定和平时期的网络空间准则 我们对这一协议进行了后续工作 双方的执法人员已经在调查网络安全事件上 进行了几次交流 我们已经举行了一次网络问题部长级会议 审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 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将在6月13号举行 也就是紧接着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 和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 将前往北京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 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 战略对话取得了127项成果 我希望你不会拿所有这些来考我 第三项成果是互信机制建设 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 准则方面双方对话取得的进展 两军之间互信机制的建设是过去几年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之一 我们首先能够同意有一个互信机制建设的框架 然后在前两轮对话中对这些非常重要的机制达成协议 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 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次空中拦截的事件 媒体都报道了 如果你研究一下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 你会发现这与以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大为不同 我可以说因为有了空中相遇的互信机制建设 因为在两军之间安排了一系列对话 这类事件可以用更专业的方式得到解决 可以避免出现那些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煽动性言辞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 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不客气 今年是六四事件27周年 美国各地都举行了多个纪念活动 其中包括由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等多个民运团体 发起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 这场展览以宣扬民主 争取自由 保障人权为主题 在5月14号从西岸的洛杉矶出发 使用28天的时间 途经美国各大城市展开宣传活动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也是艺术家陈维明先生 为此制作了一个三米多高的民主女神像 今天节目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陈维明先生到美国之音 来向我们介绍有关的活动 主播你好 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 你们这一次的活动从西岸的洛杉矶一路出发 目前已经到了华盛顿 你们主要想要宣传的或是传达的理念 或是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中国在民主自由这方面有很大的倒退 那么现在整体的中国 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灾难 它终结在什么 就是在于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 他们的一党独裁造成了所有中国的困惑困境 所以我们想在美国大选前这一段时间 要告诉美国人民 还有以此的方式来纪念 六四二十七周年 那么我们就洛杉矶的团队 就是举办了这次游行转 就是各个州 我们一共穿越了十几个州 将近二十个城市 大城市做出我们这个专栏 那么我们想告诉世界 这是在中国那么大一个土地上 还有黑暗 那整个世界不能说是一个光明 所以我们到联合国大厂 把我们的诉求带到联合国大厂 向世界人民告诉我们的诉求 是 您刚刚提到说 一路上你们行进了十几个州 然后二十多个城市 那么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一路上 也停留了许多大学校园 然后在这个校园做宣传 那么您在大学校园里头 有没有遇到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那么中国的年轻人 或是在美国的年轻人 对于你们的展览 有什么样的反馈或是反应吗 有很多的互动 那么每个人在我们就是 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在边上的时候 他们有非常多的就是像 哈佛大学我就这个例子 因为它是美国最重点的一个大学 那么正好那边在举行就是毕业典礼 为此我们也就是推迟了一天离开 真的在那边超过了24个小时 在那边进行珠光所夜活动 那么落叶不绝的那些新兴学者 他们正好带上他们博士帽 说师傅是吧 他们到这边参加毕业典礼 那当他们看到那个民族女生像 和六四大屠杀的所有的图片 我们在那个哈佛校园的哈佛Square 在那边举办这个活动 那么他们就有些人他们是不知道的 才20岁左右 那他们的父母都陪着来的 那就是非常激动地向他们介绍 就是六四是怎么回事情 那么那些小孩就是刚将来毕业的小孩 就在那边非常认真的聆听 因为他们代表了今后 比如说他们毕业以后 那他们分到世界各地去 他们会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说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那些学生有的是鲜花 把自己原来是父母给他花 就是要做毕业典 他就先在那边了 那么还有就是有些学生就是 对我们那个专业表示敬意 并且对那边的死难的同胞 对民族女生向表达敬意 所以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说我们后来要走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下一站是纽约 我们必须要离开那边的时候 落一步就听到这个消息人都赶来 有西战的 有新疆的 他们晚上都过来 那么还有后来听到我们消息人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让那个民族女生先走 我们留所谓人员在接待那些人 在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看到我那个车上 就是勿忘六四激动的都哭了 他在拍照 我以为还是什么人 但是他后来告诉我 他说居然还有人记住六四 他们就是说认为这个六四已经过去了 这场战难 就是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 就是说过去没有人再提到这些东西 居然还有那么一个车队的人 他们还记住了六四 所以说我们这个星星之火 我们只有这个火区 并不是说就到了那边就熄灭了 就是一点 我们重新点燃了他们对中国自由的希望 所以对于这个在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有一些就是影响 就是包括就是向他们传达的这个讯息 这是这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也有人感到恐惧 他们看到这个他们在很远处拍照 但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就离开 他们问他们有些学生就说 你是从哪来的 什么在这时候他就会感到 我就是来看看 为什么呢 他就是很明显的就受到那种压力 这说明我们这个那个转览吧 就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转 这个转览 它非常有现实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 一个像中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灾难 是吧 人权灾难 它现在还正在发生 包括像郭飞凶啊 考拉这种 都是现在非常及时的例子 就是说中共国家恐怖主义 它这种对人类的危害 它超过了RS RS是要把人从肉体上进去消灭 但是中共它不光是在 人的肉体上消灭你们 而且它在精神上 思想上它完全要消灭你们 那些已经离开了中国 那些已经在哈佛校园里的学生 还有那些就像跟我们团队一块 来在美国生长的长大的小孩 他们都心生恐惧 一说到这本来是一片祥和的时候 当他一旦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父亲要支持这个团队行动的时候 他们的恐惧感马上就产生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到达这边的目的 因为这个中共国家恐怖主义者 他现在已经化妆成一个天使 在国际舞台上到处炫耀他的财富 但是他用中国人民的血害钱 在外面装扮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 但是中国的人权战士怎么样 国际社会可能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我们在我们的托尔 这个房车上 汽车上贴的这些东西 就是要告诉世人 那么自由不是免费的 我们的很多人 郭飞兄 考拉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负责了血和监狱的代价 所以美国的一些人 他看到我们的汽车上 他们束持大拇指 说确实 因为跟国上日正好我们有个联系互动 前几天就他们付出了 在二战为了和平和自由 付出那么多的人员的伤亡 那么这种伤亡在中国继续在一个进行时在发生 好的 非常感谢陈文明先生来到美国之音 接受我们的访问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和您的谈话就到这个地方 好的 我最后要想 我们不仅仅是宣传中共暴政 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 人们有尊严的一个信中国 那么希望我这个旗子就是说 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不会败留 他将用他们的鲜血换取一个民主自由 有尊严的中国社会 一个清朗的蓝天 好的 非常谢谢陈文明先生来到美国之音 向我们介绍有关 中国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的有关消息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持续关心 六四二十七周年活动的相关话题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 再过两天就是中国六四事件 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许多人对于六四事件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画面 就是那位曾经在长安街 支撑阻挡坦克的北京青年王维林 二十七年过去了 王维林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最近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索 和其他民运人士发起了寻找坦克人的联署活动 现在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 请六四二十七周年前 在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 邀请到人在旧金山的周峰索先生 和我们谈谈有关的话题 周峰索先生您好 您好 是的 您同时也是这个 人道主义中国组织创办人之一 那么今年在这个湾区方面呢 有什么相关的纪念活动吗 我们的组织是人道中国 那旧金山湾区呢这么多年 一直是今年六四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主要就在于我们会有一些原创的资料 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说出真相拒绝于忘乎换良知 寻求正义 今年我们请到的嘉宾 有罗宇 高文谦 吴仁华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八九民运 现在很多人谈的是学生运动 但是在千门广场 当时有几百万人运出 北京市民的参与占大多数 这中间包括了当时中共的党政军机关 那罗宇他当时是军人 很多人知道他是中共将军罗瑞卿的儿子 当时他处在很高的职位 他看到六四镇压就愤而离开 高文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 他是研究周恩来的专家 吴仁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者 当时是北京政法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还原当时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启示未来 这里边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罗宇他所代表的当时的军人 戒严部队军人的态度 军队国家化对将来中国民主的重要性 是 不过刚刚我提到了 对于王维林到底现在是生是死 或是究竟生在何处 27年来仍然都是一个谜 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您所参与的这个寻找坦克人的活动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时候 要发起这样的活动 王维林党坦克的形象 家喻户晓 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形象军 这就是个人自由战胜暴政 王维林的形象是当时北京市民的代表 其实当时党坦克的 有 我估计有几千人 比方说在墓西地一地 就有几千人聚在一起 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 一方面是坦克 一方面是血肉之躯 中间是拦在长安街上的公共汽车 就这样抵挡了很长时间 那我个人也是从天门广场赶出来的 还有我们这里在坦克前救人的方正 那我所知道 所以王维林的这个形象 其实他是北京市民当时这种勇气 在这种暴政之前绝不低头 争取自由的一个象征 是 这个周峰宇先生 我们知道您在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 当时是青大四年级的学生 那么您对解放军在六四事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在27年来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您认为他们当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军队在后来镇压以后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邓小平实现了他的目标 这个其实呢 现在我们看来 后来经过吴仁华大量多年辛苦的研究 我们看到当时参与镇压的 截业部队的状况 包括其中参与杀人的这些人具体 的姓名都有 那我们看到 其实当时邓小平动用了大量的军队 有25万多人 基本上中共所有的军队集团军 全部参与 其实这反映的不是他的强大 而是反映他当时的虚弱 就在前几天 我们还发了一个 就是关于邓小平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几乎在动用军队的同时 他把他的外孙女也送到美国来 当时他的孙子已经在了美国 这所有这些都表明 就是当时其实在军队里边 反对这个的声音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知道那时候 有一个七将军上书 现在我也找到这个上书的参与者 就是七朝队的参与者 他们确证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那当时还有两元帅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些都没有在那个时候 成为一个公开的民意 其实现在我们了解到军队中间 反对镇压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可能说如果按照人数来算 大概是多数 但是这个多数没有起到一个历史性的作用 就是像苏联解体的时候 那时候叶丽卿在坦克上振臂一呼 后来军队就不再进发 而是还是有大量的人被杀 最后造成这个专政的一个持续 这里边有很多的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方说当初抗议者没有准备好 和军队联合 而缺少一个像叶丽卿这样 能够让军队站出来的一个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教训 是 周峰索先生不好意思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想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天安门母亲 他们最近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那么过去27年来 天安门母亲也持续地发出了呼吁 追悼对失去亲人的思念 那么您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 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您的想法 是 天安门母亲这27年的抗争 是艰苦卓绝的 他们170多位难死 到现在40多位死亡 其中有多位是自杀的 这是非常悲惨的 任何有良知的人 都不能漠视的一个群体 那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消息 就是在昨天我们有一个新闻发布 在加州的一个华人 他的家庭基金会 在过去通过人到中国 向天安门母亲提供了有史以来 就是27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笔资助 这个让天安门母亲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振奋 而且这个也感谢美国之音 这就是去年我在这里 去年夏天做的那个节目 后来环球时报回应之后 产生的影响 那这位朋友他才知道 我们人到中国长期所做的工作 所以联系到我们 最终把这一笔钱顺利送到难属手里 这个代表了人心所向 中共不管怎么样 试图用这个谎言磨灭历史 人心向背 它是决定不了的 在善恶面前 大家的选择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他们 而且拿出行动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人到中国组织 创办人之一的周峰索先生 在美国东西岸时差下 接受美国之音 BE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和我们谈了有关 六四纪念活动的相关话题 有关六四27周年的相关报道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查询相关文章 并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be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 六四事件27周年 日本六四27周年纪念日临近 日本的民运团体 预定也举行了纪念集会 下面我们就透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东京 特约记者小玉 采访了这个相关的负责人 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的情况 小玉你好 一华你好 是能不能先我们说明一下 在日本举行的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相关的活动内容有哪些 是的 这次的纪念活动呢 是由日本的 在日本的五个中国民运团体 联合主办的 他们将在这个星期天 也就是6月5号 在东京举行纪念六四27周年的集会 这个主办团体之一 日本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 事务局局长王丹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透露 这次集会呢 邀请到了民运 当年的民运领袖王丹 出席这次集会 在会上王丹将与议会者讨论 六四事件的意义 以及目前中国民主化的现状 另外王丹还介绍说 每年举办纪念六四活动时呢 都得到了关心中国民运的 日本相关人士的援助 今年的纪念集会的海报设计 以及印刷呢 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援助 另外王丹还透露呢 今年他们打算呢 展开一个申请六四为世界记忆遗产的 这样一个网上签名活动 另外日本媒体呢 每年在六四前后 也都发表相关的报道 今天星期四 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了 大幅大片的有关纪念报道 他在报道中呢 提到了一位当年参加了六四游行的大学生 由此失去了户口以及身份证 目前生活陷入困境的这样一种状态 日本社会也正在关注六四事件 27周年的情况 是 小玉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昨天的新闻中也提到 中国二战劳工与日本三菱企业 达成了和解协议 无论是在人数还是这个赔偿的金额上面 都迄今为止都是最大规模的 那么这一历史性的和解 是不是有助于这个促进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呢 是的 易华 我们知道昨天也报道了这条消息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劳工的四个组织呢 达成了和解 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劳工表示道歉 并且承诺为劳工修建纪念碑 另外 该公司出资六十四亿日元 用于向三千七百六十五名中国劳工提供赔偿 这样呢 每名劳工可以获得大约人民币十万元人民币 这个 这就是日本企业当中呢 路导以及西松建设公司之后呢 第三家日本企业与中国劳工达成的和解 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 被强迫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大约有四万人 这其中涉及到了日本企业三十五家日本企业 不过 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呢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 中国政府同意放弃战争索赔 这里面包括了民间索赔权 为此在日本发起的多起有关中国劳工的索赔案呢 都被 都遭到了败诉 而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次的和解呢 表示 这是民间当事者之间的自主解决问题 作为政府呢 不予置评 但是 中国政府表示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日本的媒体呢 针对这次的索赔案呢 表示出 这次的索赔案有可能促进其他日本企业 与中国劳工的和解 那么至于这次的和解是否能够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呢 有专家认为 这要看中国媒体是如何报道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借此之机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呢 预计中国媒体会积极报道 相反 则会低调处理的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为我们介绍日本方面的相关消息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欧洲方面 今年有哪些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 纪念六四 英国今年的活动相对低调 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靖玲 请靖玲为我们掌握有关的消息 靖玲 您好 一华 你好 是的 六四27周年 即将到来 欧洲各界今年有哪些纪念活动 能不能和我们先介绍一下 好的 欧洲地区今年的纪念六四活动的 主要集中地其实是在德国 那么6月3号和4号两天 法兰克福有一连串的这个集会活动 那么这包括了纪念仪式 还有就是通过网络视频讨论这个六四生疑 也就是向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 争取六四屠杀事件 列入这个人类历史档案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抗议 还有六四屠杀照片展以及演讲活动 而在英国这里呢 相较于去年大家拿着红玫瑰花前往伦敦中国使馆 抗议活动 今年纪念六四的活动 这显得比较低调 我们的了解是在6月4号的当天晚上 在中国驻英国使馆前将有一场这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烛光晚会 是的 另一方面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之外呢 2016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也称 中国在国际毒品交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已经成为向全球出售第三代毒品的主要区域 能不能和我们说明一下有关的情况 好 这个是欧盟的刑警组织和这个欧洲毒品监控中心 针对欧洲毒品市场进行分析以后公布的这样的一份报告 那么报告中呢警告说 具有高利润低风险特质的第三代毒品 这包括了合法的兴奋剂在内 已经使得全球的这个贩毒组织变得更加活药 那么报告中说呢第三代的毒品主要生产地是在亚洲 并且特别点灵了中国 指称中国不仅在亚洲的毒品交易中扮演了药角 那么在国际的毒品交易中也越来越做大 目前已经成为向全球批发和零售这个第三代毒品的主要区域之一 远远超过区域内的另一个毒品出售国 那就是印度伊华 是的 那么报告中是不是也提到了 有关这个中国成为全球主要毒品出售地的原因 还有欧洲方面如何防范阴影来自中国毒品流入市场 报告中分析认为说中国日益扩大的这个制药业的内部腐败 还有就是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是促使中国成为毒品生产中心的主要因素 那么另外就是现代的交通运输和网络科技发达 也促成了这个交易的便利 像是100克的毒品从中国贩售到欧洲大约只要100欧元 这不过就是700多块的人民币 那么这些毒品通常在没有被察觉的状况下就穿越国决 那么最快两天就可以到欧洲 然后到了欧洲以后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过去这一段时间 欧洲的波兰 荷兰 还有匈牙利 甚至英国都有查获来自中国或跟中国毒品相关的原料跟网站 但是防不胜防 到目前为止 欧洲的主管机构还没有发现有效的拦截方式 这是一大很大的挑战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为我们掌握欧洲方面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巴黎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棋手李鸿林先生 在2016年6月1号在北京去世 享年91岁 李先生曾经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 担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 1989年学生名运运动中 因为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镇压后被当局关押 现在我们立刻连线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胡平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 不好意思 好的 胡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呢 是的 胡平先生 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 您在这个1980年就已经认识了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鸿林先生 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您印象中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还有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 我是在80年的秋天的一次会议上 认识李鸿林先生的 当时他就担任中宣部理论局的副局长 此前呢 我也读过他的不少文章 包括在中国青年杂志副刊号 和竹书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 所以就有非常好的印象 他的文章和文字浅白流畅 很少的那种八股气息 在当年提倡思想解放运动 提倡思想解放的运动中间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和他接触以后呢 更感觉到李鸿林先生是一个 很可尊敬 可亲近的一个长者 后来到美国之后呢 在六四之后 九三年之后他也到了美国 因为他的儿子李少民先生 当时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普林斯政大学念书 我和李鸿林他儿子呢 李少民呢也算是北大的校友 因此也有些来往 后来呢还交上一些信息啊 通过电话呀 在1999年 李鸿林先生在香港出版了 他的一本书 中国思想运动史 他还专门送给我的一本 你看就是 就是这么一本书 中国思想运动史 就继续了 从1949年到1989年 这40年间 中共当局 怎样的洗脑 以思想斗争 开展思想斗争为内容的 这个群众运动 做了相当完整的 这个序复和讨论 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是 李鸿林先生呢 这个您刚刚也提到了 他是一位很早就实现了 从信仰马列 毛泽东思想 到崇尚自由民主的 转变的共产党员 那他一直在中共的理论 部门工作 写了很多的文章 还有书籍 那么和我们再谈一谈 您认为他一生主要的贡献 有哪些 我想他最重要的贡献 大致是说 这个提倡思想解放 也就是说 提倡思想自由 自由化 首先就表现在 他对这个毛泽东 这种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的 这种尖锐批判 另外呢 就是包括他对这个 民运的这种 这个支持和同情 以及呢 在后来 虽然受到打压 仍然这个 使之不改 而且还不断地 深化自己的思想 除了他这个 我刚提到他这本书 之外呢 就几年前 他还接受我一次采访 就是谈这个百年沧桑 那么那些采访文字 非常长 大概有将近六万字 我想其中 这篇文字呢 概述了他 回顾了他的经历 以及反思 你从中间可以看出 他对 他这一生 一对中国 所谓这个中国的革命 一对现状 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应该说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丰富的精神遗产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 带我们回顾和介绍 80年代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起手 李鸿林先生 接下来请你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做什么 不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经历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是一样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 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 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想先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您现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一名网络媒体记者 星期三向到访加拿大的 中国外长王毅提问 有关中国人权记录 和被中国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并遭到监禁的 加拿大人高凯文的情况 王毅斥责这样的问题 不负责任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我要对刚才这个记者 涉及到中国的问题 要做一个回应 你的提问充满了 对中国的偏见 和所谓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了解中国吗 你去过中国吗 你知道中国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 把六亿以上的人 摆脱了贫困吗 你知道中国现在 已经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 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 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 中国能取得 这么大的发展吗 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 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 我要告诉你 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 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 而中国有发言权 所以请你 不要再做这种 不负责任的提问 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 这种建议 但是我们拒绝任何 无端的职责 王毅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举行的一场联合记者会上 发表上述言论 当时在场的还有 加拿大外交部长 斯蒂芬·迪翁 这名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 得到了在场几家 新闻媒体记者的认可 美国正义BIO卫视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 阿富汗当地官员说 星期三晚些时候 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 绑架了至少17名乘客 萨尔普勒省省长发言人 穆贾希德说 这些乘客是巴尔赫当地居民 塔利班在他们前往 萨尔普勒省首府的路上 绑架了他们 他说当地部落长老们 正在就释放这些乘客 进行交涉 另一方面 半个多世纪之前 在越南战争中 阵亡的33名澳大利亚军人遗骸 星期四返回澳大利亚 在运载这些遗骸的 两架军用运输机 抵达悉尼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时 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 与越战老兵和家属一道相迎 这些澳大利亚军人的遗骸 原来埋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美国尽管在亚洲军售市场的 贸易份额下降 但仍然是全球军售市场之冠 特别是在尖端武器的领域 而中国虽然武器出口发展迅速 但仍然不算是武器出口大国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乔寨的报道 在5月31日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 有专家说美国在军售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 虽然在亚洲丢失了一些市场份额 但这主要与亚洲国家的需求有关 研究国际军火交易的政治学者卡弗利表示 美国拥有包括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在内的 很多可以在全球各地秀肌肉的尖端武器 这些武器虽然威力强大 但也价格不菲 卡弗利说 亚洲很多国家或许没有打算 在全球各地量肌肉 这些国家只想用价格相对低廉的武器 达到各自的军事目的 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反介入 一些国家或许不需要核动力潜艇 柴电动力潜艇就够了 或许不需要F-35闪电二型战斗机 防空或是反舰导弹就足以完成任务 反介入武器造价更低 市场竞争也更激烈 不过卡弗利指出 尽管美国在亚洲军售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 但美国依旧统治着尖端武器市场 我们卖的是更好的武器 只是卖的少了 但这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字显示 在2011至2015年间 美国仍是世界最大军售国 其武器出口份额占全世界的33% 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2011至2015年间 中国排在全世界武器出口国的第三位 仅次于美俄两家传统军售大国 相较于上一个五年 中国的武器出口量增长了88% 而美俄分别增长了27%和28% 尽管中国的军火出口发展迅猛 但卡弗利认为并不能因此就称中国为军售大国 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出售的武器 都销往了巴基斯坦 缅甸和孟加拉国 销售地域有限 他认为这三国大量购买中国武器 可能与他们都与印度接壤有关 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中 还有一项值得注意 在2011至2015年间 中国虽然名列世界第三大武器进口国 但其所占的全球武器进口份额 由2006至2010年的7.1% 下降至4.7% 这似乎显示了中国自主研发 制造武器的能力在提升 卡弗利也认为中国进口武器的需求并不高 因为中国自己生产了很多武器 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加州6月7号将举行初选 民主党人盯紧了西班牙语义的选民 西班牙语占了加州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 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民主党人一直动员新的选民登记 他们或者走街串项挨家敲门 或者拨打电话联系选民 这种参政动力部分来自将获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 川普提到有西语义人士支持他 因为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此刻需要真正的改变 而这位民主党人觉得川普言论刺耳 我认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举了 川普誓言要在美国南部边界高筑长城 民调显示多数西语义对此感到不安 我一直是温和派 在某些问题上有时是保守派 不过我看到了这些问题对一些人的影响 比如川普说他要建一道墙 桑德斯允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这吸引了一些民主党人 桑德斯从很多人那里得到了小额捐款 每当我账户里有了足够的钱 能捐15美元我就会再捐15美元 然后我就投身其中 我全力支持他 其他人指出克林顿所取得的成就 在下个星期的初选之前 对共和党对手的担心 成为很多西语义的参政动力 除此之外 人们还在办公民手续 好敢在11月大选前 拿到投票权 西班牙语义占美国人口的17% 在上次总统选举中 他们几乎是以3比1的比例 投民主党的票 这一次民主党再次动员 西语义踊跃投票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 好莱坞挑选白人演员 扮演亚裔角色 在美国引发争议 由于少数族裔代表性不足 他们的看法也可能遭到忽视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 哈琳达的报道 亚裔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 但是转到各个不同频道 你可能不会看到 有亚裔脸孔在播报晚间新闻 含义的张贤珠 是亚裔美国人当中 趋势可数的少数几个新闻主播之一 他说亚裔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在于媒体的高层管理阶层中 缺乏多元族裔 当我刚开始坐上这个电视网的主播台时 我是这里唯一的亚裔美国人 也是少数几个女性之一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虽然在镜头前的多元角色问题上 走了很长一段路 但我们在幕后的部分 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尤其是在高层管理的问题上 张贤珠说 当新闻报道内容的建议被批准后 少数族裔的参与非常重要 除非亚裔公民在这方面积极参与 否则我们还是只能被挡在一个 无形的玻璃窗外 亚裔在美国广播行业中 只占3%的比例 美利坚大学新闻系教授安琪庄说 或许文化偏见也是原因之一 事情的真相是 各种不同的心理学和就业研究都显示 我们会倾向偏好或接近和自己比较像的人 华裔电视记者王忠伦通过skype接受采访时说 性别偏见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亚裔女性在许多人眼中形象比较柔性 她们美丽却不具威胁 而亚裔男性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是美国过去经历过的三场主要战争中敌人的脸孔 分析人士说 亚裔缺少像其他族裔团体 例如非洲裔和拉丁裔一样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个也在争取更多代表性的团体 是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 美国之音通过skype采访了这个协会的广播副总裁 尼亚拉不得胡 我觉得即便只是有这方面的对话而已 这也是多年前不会发生的事 我认为事实上只要有这种对话 都是一个进步的现象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个主要的广播界团体说 2011年是亚裔美国广播从业人员最好的一年 当时亚裔在这个行业也只占了3.5%的比例而已 但那个比例从此之后就逐年下降 许多亚裔人士担忧 如果不能有更大的代表性 一些对他们社区重要的议题 将持续被错误解读或者忽略 美国之音记者哈琳达华盛顿的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OMG美语的时间 白杰要教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谈唱歌 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我们的哪个题的话题就是唱歌 Cary a tu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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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好听 Can you carry a tune? 你唱歌好听吗?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usually sing in public I don't usually sing in public or around other people 我不知道 我一般不在公共唱和唱歌 有人的时候也不唱 Cary a tune Let's see if you can carry a tune 唱一个吧 让我们听听你唱得好不好 唱的 唱的 无云不全 Shake is gonna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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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up Shake it up Woo Wow I'm sorry to say that you might be tone deaf 我天 我只能说你无云不全 What does that mean? 什么意思? Being tone deaf means that you can't quite hit the right notes when you sing 无云不全就是说你唱歌走掉啊 Perfect pitch Perfect pitc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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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pitch 绝对音均 Just because I don't have perfect pitch means I can't sing 就说我云不全就说明我不会唱歌吗? Oh you can sing alright You just can't sing well 你唱是可以唱只是唱得不好 好 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tone deaf or do you have perfect pitch? OK 拜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六月二号星期四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VOA新闻atgmail.com 我是李依华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稍后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宇州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OK 再见 OK 再见 OK 再见